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就在操场旁边搞一个相当于我们停车站啊 或者这样一个地方啊 这个搞一个盆让大家在那歇 但是它是开放了 可以毁发的 这样的目的就是说 因为这个还是有些人烟盐戒不掉 但是我们只好减少它的危害 作为北京大学精神病学和药物依赖领域专家 陆林教授带领的科研团队 找到了可以消除烟饮记忆 降低吸烟者新颖的方法 我们全球每年有出烟 可以直接到这十万有六百多万人 那么有倍等吸烟就是二十万人 这个直接可以到这十万有六十万人 增加关心病的风险 脑血管病的风险 增加这个高虾的风险 这是肯定的 但是吸烟增加癌症的风险也是肯定的 增加肺癌 这个肝癌 这个消化道癌症 它的风险这个数据就是 比我们正常人要高 对每一个吸烟者来说 恐怕都知道吸烟危害健康 陆林教授的门诊室里 就经常有寻求戒烟的患者 那么戒烟的方式有各种各样的 有的可能用口香糖 用电子向烟 或者是通过一些各种各样的情况来戒烟 还是我刚才说的 因为得病了要戒烟这种情况 但整体上戒烟的成分率不是太高 我们应该有数据超过百分之八十的人 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 比如说没有 并不是很多人的原因 百分之一两年又多复习了 就再次抽了 吸烟 很多人都是在不经意间学会的 但要把烟戒掉 怎么会这么难呢 实验室里 张力波正在准备一个动物实验 通过注射尼古丁观察大树是怎样逐渐对尼古丁上演的 那这就是一个纯度达到99%以上的尼古丁液体 然后我们打开闻一下 然后我们打开闻一下 会闻到它有一股非常浓重的烟草的味道 那尼古丁它会不会让这只大树也同样成瘾呢 我们接下来就用动物的实验来验证一下 张力波将大树麻醉后 先做个小手术 把注射液导管的一端埋入大树胸部的静脉血管 另一端从皮下穿过 用牙科水泥固定在大树头骨上 实验的时候 尼古丁将通过这根导管注入大树体内 手术后经过一周静养 大树手术的伤口已经痊愈 实验可以开始了 那我们今天就是把这个动物放在里面 然后通过一个装有尼古丁的注射器 然后会有一个泵 然后把这根装有尼古丁的管子连在动物的体内 同样有一根管子连接到它的静脉 这样的话当动物碰触左边那个孔的时候 它是一个有效的鼻触 当它碰到左边的孔的时候 计算机就会自动识别到它想要去获取这个尼古丁 然后就会给出一个指令 通过这个泵 然后把相应剂量的尼古丁注入到大树的体内 为了能直观地看到大树在试验期间的活动 张力博在柜子里装上了微型摄像机 它调整好摄像机镜头的角度 三个小时的试验将全程监控 大树一举一动 这一共是有24个箱子 然后就全部可以用来训练大树尼古丁的注射 这就是一个用来监测这些所有大树的一个软件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它们的编号 然后这里是记录到的次数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记录左边的碰触次数的一个数值 尼古丁是烟草的重要成分 不但使人上瘾和产生依赖性 重复使用还能增加心跳速度 升高血压 大几量的尼古丁还能引起呕吐 恶心甚至死亡 这些蒙在鼓里的实验大树会乖乖就范吗 尼古丁它会影响我们大脑的这个降伤净区 简单的说就是快感净区 是我们对这个尼古丁产生的这种感觉的记忆 这种习惯的记忆 或者我们说的更简单一点 这种更愉快的记忆就是非常强烈的 尼古丁使人产生的这个感觉 正是很多人吸烟上瘾 甚至不愿意戒烟的原因 尼古丁刺激大脑的奖赏中枢 分明传递亢奋和愉快信息的多巴胺 让吸烟成瘾者感受到由此带来的满足感 研究人员通过磁共振设备就可以捕捉到 吸烟者大脑的变化 现在医生正在分析他们刚刚扫描 那个志愿者的那个大脑的情况 我呢也是在30年前曾经有过短暂的吸烟室 那么我如果今天要是抽一支烟 扫描的结果会有没有什么大脑上会不会有什么反应 我也想试试 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这间影像室里 记者先扫描了吸烟前大脑的基本信息 等吸一支烟后再扫描一次进行比较 看看平时不吸烟的人偶尔吸一支烟是否会对大脑带来什么影响 在我们国家呢这个吸烟者的数量应该说恐怕是全世界最多的了 虽然说我们三令五声强调戒烟 很多朋友呢也面临可能来自家庭当中的压力工作上的压力 可能也会觉得自己是有必要戒烟了 但是说真的这个烟到底该怎么戒呢 虽然说每一个人无论是吸烟者还是不吸烟者都知道 吸完烟之后肯定对身体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尼古丁的危害啊其他的一些包括甚至说可能致癌的一些物质啊 这些我们任何人都能够讲出一套一套的 甚至呢现在还有一些新的理论 比如说西安的人呢可能到了老年之后更加容易出现老年痴呆啊其他的疾病 这些我们都明白道理我全懂但是我就戒不了 其实现实生活当中啊想戒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甚至有人断言只要你的意志力不够坚决的话 你是根本无法打破你大脑当中的奖赏机制的 那么现在的科学技术这么发达 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帮助人更快更好的戒烟呢 我现在要需要先检测一下我的肺里边的一样化碳 这就是那个检测仪 这个感觉好像有点像那个酒驾检测的那个那个东西似的 我现在准备吹一下气 刚刚吹的一样化碳反量数值是0.8 刚刚抽了一根烟这个嘴里边和那手上都全是那个很浓的那个烟草味 我准备要吹一下这个 看看那有多少 刚才抽烟之前是测的0.8 现在还是0.8 说明这一颗烟对我没有什么影响 记者吸一支烟后重新躺在磁共振设备上 再次扫描大脑的影像 一支烟让大脑哪些区域活跃起来呢 动物实验室里三个小时的尼古丁成瘾训练刚刚结束 第一次接触尼古丁的大树反应如何呢 张力博从电脑监控数据上看出了名堂 比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记录到的数据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经过三个小时动物一共触碰了45次的有效比速 但是对于这个无效的比速它只触碰了两次 这张图就可以反映出在这个三个小时的时间线内 动物触碰有效比速的次数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前期动物对这个触碰还是相对较少一点的 主要集中在后期 就是说明动物对这个尼古丁出现表现为一种可求的状态 张力博说 近三个小时大树就已经喜欢上尼古丁给身体带来的感觉了 在这段时间里大树是怎么度过的呢 张力博把微型摄像机从柜子里取出来 大树不知道它在这个私密空间的一举一动都被拍摄下来了 因为动物对这个训练箱它不熟悉 所以它就要先进行一段时间的探索 因为动物它天性是比较好奇的 好奇的大树发现 眼前这几个圆孔是干什么的呢 当它探索到左边这个有效笔触的时候呢 如果它碰触到了这个有效笔触 那机器就会自动给它注入一段尼古丁 那它就会获取这个尼古丁给它带来的快感 这一下大树就更好奇了 它趴在那儿 似乎在琢磨 这小圆孔和身上突然产生的那种感觉间的关系 它再试了一下 人都说好奇害死猫 可今天好奇带来的感觉 咋就那么舒服呢 它索性待在左边这个圆孔前 不走了 经过两周左右时间的训练 动物就表现出一种比较明显的尼古丁成瘾的行为 甚至有个别极端的 它在训练的这个时间内 不停地去触碰左边的有效笔触 甚至就一直呆在那个笔触周围不肯动 那就是在这个训练的时间内 它最高的甚至可以达到六七十次 这个尼古丁进入体内以后 通过尼古丁受体 跟多巴胺受体相互调节 也让我们这个多巴胺受体 多巴胺示范增加 所以它就是就让人成瘾了 动物饰饮里 大鼠在好奇心的趋势下 只用了五天时间 就产生了对尼古丁的依赖 很多吸烟者也是这样逐渐染上烟饮的 按照专业的说法 烟饮就是尼古丁依赖 是一种慢性高复发性的疾病 你好 这是我们那个影像中心 我来这边先跟您说一下注意事项吧 邓嘉惠博士领来的这名志愿者 吸烟已经很多年了 今天要通过磁共振扫描 记录它吸烟前后 大脑有什么样的变化 我抽烟已经三十三十多年 三十多年了 三十多年了 然后每天现在生抽多少只 每天十根八根都不行 抽烟 十根八根 那烟饮实际上不是说很大是吧 那赶上有厂喝啥的 在外边了 玩牌了 聚会喝点酒了 发生烟饮 就是烟就便宜一点 平常烟一天也十根八根的 晚上睡到之前还得吸一根 那早上起来 一起床之后第一件事是抽烟吗 以前是 现在不得了 以前第一件事 起来就得吸一根烟 现在有点就是 嗓子不得劲了 吸完烟就咳嗽 我也不吸了 吃完饭之后再洗 我现在是吸气 医生先扫描了志愿者吸烟前大闹的信息 然后检测呼气中 一氧化碳的浓度 这位三十多年烟龄的志愿者 已经十二个小时没有吸烟 呼气检测 一氧化碳浓度 比平时不吸烟的记者高了0.2 他吸完一支烟后 树脂会有多大变化呢 行抽完一支了是吧 那我们再测一下呼出气体里面的 一氧化碳的含量 数据测的是他呼出的气体中 还有氧化碳的浓度 也就是我们的就是他吸烟之后 这肺里面的氧化碳的浓度 然后正好他吸烟之后呢 这个数值是增大的 说明这个肺里面 就是我们的呼吸系统里面 还有的氧化碳是浓度增加的 所以在吸烟的人 吸烟的患者中 就是会出现肺部相关的疾病 这就是一个主导因素了 一氧化碳中毒 是冬季烧煤取暖的人 最担心发生的事 一氧化碳气体被吸到体内 使血红蛋白丧失血氧能力 并造成组织止息 对大脑皮质影响最为严重 吸烟者肺里长期蓄积一定浓度的一氧化碳 必然会对健康造成影响 医生发现 三十年烟龄的志愿者和平时不吸烟的记者 在吸一支烟的情况下 所呈现出来的大脑影像 有所不同 像这种每天都抽烟的这些人 跟从来都没有抽过烟的这种人比呢 它这个皮层的厚度是下降的 通俗的话 就是说会出现一个大脑的萎缩 就偶尔抽烟的这种人 尼古丁在大脑中的积累速度是更快一些的 就在同样的时间内积累的是更多一些的 长期吸烟不但会伤肺伤脑 而会增加罹患癌症的风险 可是戒烟难 却是很多吸烟者最伤脑筋的事 因为哪怕是看到了和烟相关的图片 也能勾起吸烟的欲望 通过皮垫测试 可以捕捉到志愿者在看到 与烟有关的图像时身体的本能反应 医生能以此确定吸烟者对尼古丁的依赖程度 那么吸烟者怎么确定自己对尼古丁的 依赖程度呢 我们一般用一个尼古丁依赖量表 然后来评价 大概量表又分为六个问题 就是问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有吸烟的朋友 此时不妨答一遍这几道题 算算自己的得分 要是您得了高分 这可不是好事 劝您赶紧想办法 快去戒烟吧 我们国家呢 应该说是全球西安人数最多的呢 是大概有三亿人 烟草消耗占到了全球总数的百分之四十 而因为这个导致的死亡呢 每年能达到一百二十万人 其中约十万人呢 是因为二手烟失去生命 所以你看呢 现在在北京啊 上海啊 这样的一些大城市当中啊 但凡是公共场所 只要带盖的地方 都是不允许吸烟的 甚至说餐厅里 包厢里 都是不能够吸烟的 但是就算是如此 似乎呢 也没有减少啊 这个吸烟的人群数量 尤其是吸烟呢 在男性当中啊 这个数字就更多了 其实某种程度上讲 吸烟也好 包括说喝酒也好 它对我们形成上瘾的依赖机制 都很简单 那就是它能够通过一些化学反应 简单的呢 让我们的大脑感到愉悦 那么借助这种短暂的愉悦方式呢 我们就会对它产生一种依赖 所以说如果你真正想戒烟的话 其实也是一个心瘾的问题 换言之 就是一个解决大脑奖赏机制的问题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能让想戒烟的朋友 尽快摆脱对尼古丁的依赖呢 陆林教授组成了一个研究团队 准备攻克这个难关 这个戒烟的记忆 就跟我们这个抽烟的时候 带来的那种体验有关 这种记忆就属成在大脑子里面 我们的研究就是怎么样 要把这个记忆给它激活起来以后 在它激活的一瞬间 还没有再次取诚下去 给它消退掉 要消退掉 这样我们这个记忆就 在脑子里就不保存了 失忆症 健忘症 以及老年痴呆 这些和记忆力有关的疾病 由于某种内外方面的原因 导致患者记忆力下降 甚至完全丧失了记忆 课题组专家的想法 却是在不损伤正常记忆力的情况下 除掉大脑中的吸烟成瘾记忆 他们在临床实践中 发现了一种药 我们李固丁成瘾喝酒成瘾 为什么那么成瘾 就是我们的多巴胺分泌 它是不正常的分泌 我们平时高兴多巴胺可能也分泌 它是微量的 就是可能是 就像那个水面上 可能是小的波 如果抽了李固丁喝了酒 那就是大风大烂了 多巴胺的分泌了 我做这个标证员 还是从这个精神依赖 心理依赖这个角度来 减轻焦虑 怎么样减少它的复习 减少这个心理上和精神上的 可是 原本治疗心脏方面疾病的药物 用来阻断奄隐记忆 效果究竟会怎么样呢 他们开始了大量动物实验 刚才我就已经注射了一只尼库丁 来对它进行成隐记忆的唤起 现在我们就开始注射普奈洛尔 来对它这个记忆进行干预 张立伯给注射尼库丁后 重新唤起尼库丁依赖的大树 注射了一针普奈洛尔 观察大树对尼库丁的反应 他把这批注射了普奈洛尔的大树 放回动物房 等待24小时后发挥药效 但是这些已经被重新唤起尼库丁依赖的大树 能够忘掉尼库丁成隐后的那种舒服的感觉吗 没想到这些大树果然忘记了 他们曾经在这里度过的快乐时光 放到测试箱内 它会一直触碰左边有效鼻触的那些动物 它不再对这个左侧的鼻触感兴趣 那这就说明它已经忘掉了尼库丁给它带来的这种快感 陆林教授科研团队的这个发现 无疑让那些已经对尼库丁产生较严重的依赖 又苦于无法彻底戒烟的人看到了戒烟的希望 吸烟者通过这种方法轻松阻断大脑中的奄引记忆 从而远离烟草对身体的毒害 过上更加一块健康的生活